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北市知名的出租国宅怀生社区 而为了进一步来推动社会住宅以及都更的效益 立法院30日也通过了驻都中心设置条例 驻都中心由内政部监督经费来自政府 而董事长与执行长则由行政院聘任 但栏尾却点名 营建署底下和地方政府都已经设置相关单位 是否多此一举 政府现在正在精简人力的过程当中 又成立一个这样的驻都中心 但是又跟地方政府的都更中心又是跌床架屋 如果接受了烂尾楼 这个法人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赔钱的一个单位 内政部回应受限于法规和缺乏人才 管理机关难以自行整合开发 而土地开发牵涉复杂 工部门反而无法兼顾绩效和公益性 那公办都更在我们现在的中央地方政府的分工底下 没有办法做到大规模大格局 现在用这个行任法人机制 它一方面富有弹性 一方面它又连结中央跟地方政府 目前政府规划在八年内 新办二十万户举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住宅中心接管后的第一枪 就开向市大运选手村 但学者强调中央和地方可能会有近合关系 各方为了要争取这样的利益 各方派了这个只是人马 在那边并没有真正专业在做事的话 它基本上是办在整合协助地方的角色 而对于都更和社会住宅推动主轴不同 学者建议可向国外借进 就判吸取国际经验完整配套 否则政府美意恐将沦为局阵效品 东三藏新闻 林林陈威佑台北报道